记者陈炳红台北报道,于1939年建厂的松山文创源区未迎来明年的80周年,今年率先与羽萌数位科技达成长期合作,透过羽萌开发的AR平台MARQ快速多元创造力的特点与灵活的变化运用达到古迹活化,充现历史记忆的方式为老延长暖寿,让民众以AR的方式更认识这处。 台湾经济史上最重要的烟厂 羽萌数位科技执行长白必真表示,MARQ是由羽萌数位科技透过多年来在AR领域上的长期专研,才自主研发完成的AR媒体平台将在松烟打造经典的AR购物体验,无论是松烟小麦所与各式文创商品都能提供先体验再购买,而松烟的各式实验性主题活动 也将多方与AR体验结合,让更多文创者的创意展现都能轻易地融入科技并落实在生活中。 明天于松烟南向制烟工厂一丝空间,将推出厂长的家书特展,让民众认识烟厂的深厚历史文化,同时导入AR扩增实镜导览体验。 透过AR扩增实镜场景设计,将烟厂历史重新数位化,为松山烟厂迎来全。 这次还特别设计了可爱的文青普拉线上导览人物来到园区参观的民众。 只要下载NARQAPP即可在LBS空间地标定位中游历松烟的历史,亲身体验AR趣味互动。 此外作家小野同时也是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化身AR线上导览员,带领大家一起感受松烟历史氛围。 经济者会中以作家温暖口吻到处香烟与父亲间的浓浓情感,并鼓励民众亲身走访园区,透过AR科技感受这份烟厂记忆。